大家好 歡迎收看期團操本手 今天來到12月份 即是尾二一集 說真的 下個星期也有聖誕假 而整個事業來說 其實這一刻都比較偏向收容 意味都開始重 所以在期團報酬上說 首先遇過一下 我就很少會在年尾的時間做太多事 也算是半手留言 但怎樣也好 首先回顧之前 看看有沒有什麼倉 可能還持在手 或者現在走得如何 其實你看到這個部署就不是新的 上次正在回顧 騰訊的部署 月初叫大家做的 當然看來最終如無意外 應該當沒做過事 但也要首先回顧一下 其實之前就叫大家short put加long call 博騰訊就收過期限金給long call期限金 看看有沒有機會偷了雞 上去 你看到其實騰訊經過月初那一陣殺牛 下來了之後 近一個多星期 就不斷地橫行拉矩 在四百元這些位置 去到上星期矮回顧那集又是這樣 去到今天這集都是這樣 整個星期裏 騰訊基本上 好像沒有動過點一月 如果看這個半點的情況之下 究竟騰訊現金現在走得如何 當然這兩個SP 第一個是開倉那一天 記得到就是三百七的put 不斷趕回收四元左右 你記得到今早回來 其實三百七的put 落到只有一毫一毫二支 這條已經收光了 當然其實你說剩下 如果不計下星期一二又有紅日 你其實計算是剩下四個交易日 其實這些毫多指還沒當擺 看看有沒有機會收起來 但是反過來說 你四百四個call其實你也是應該輸的 你上面裝裝開的五元左右 現在都是剩下一毫子附近 也是一樣 原上有機會就是整個部署 在接下來結算的時候結果 他只要在四百四六十收 你就當沒有做過事 但是剛才提到剩下幾天 你現在走又沒有什麼 分別 那你變相不如拿起來 看看有沒有機會 雖然一開始回來說 只剩下幾天 可能都是很收爐一點 可能很靜 很悶 或者未必怎麼動 但是有些事情很難說 就是你突然間騰訊 可能他自己突然突然抽上去 又不出奇 所以不妨這個部署命 繼續保持著 與其都沒有什麼輸蝕 其實就由他擺在那裡 最多當沒有做過事 不用特別擔心 除非你說這一刻 可能他本身的價格 已經貼近三十七 你又在擔心 鎖撫會輸 你這樣就考慮離開 但現在都剛剛在兩個位中間 其實可以繼續保持著 當沒有做過事 都可以 而騰訊就簡單回顧 因為其實上次都說過 其實反而 現在開始就說上次的部署 上次來講也有叫大家 就過股來計 選個建行 做過小駐 當時叫大家都是Long Call 放在7.25元的行駛價 那下開大約五千左右 你見到說明 就穿6.25元 正股就止蝕 這星期內其實市場反覆 令到建行曾經下過 但是這星期內最低 都是見過6.86元 如果以理論上看 跟回自己的部署上說 你這個選擇就未真是指蝕 但現在又回到7元 又是一樣 現在7元 上個禮拜開又是7元 其實健康又是沒有動過 所以在整個禮拜證股 沒有動過之下 你的選擇 特別是7.25元 原本開了五千 現在只剩下一千左右 時間值得選擇問題 令到就在捱價 但是我覺得 與期都未指蝕 也一樣不妨持有 因為其實你說 已發行的行業 也算是高位在走近 也一樣很難預期會突然有個爆邊 或破頂的情況 所以我覺得不妨可以持有這幾天 就算最終不行 你就當這五千輸了 我覺得可以繼續持有它 簡單回顧完這兩個 如果我叫做個股的部署之後 我覺得反而多重點在指數上 其實十二月份都說過是比較雜幅上落 但雜幅上落 其實如果你在期權角度來算 指數是蠻好吃的 可以這樣說 但反而個股是難足一點 因為其實個股在十二月的市場 你又不知道它動不動 變相很難是有個部署 所以很多時十二月份都會偏向做多些指數上 所以你其實見到之前我 譬如上一集 或者是一開始回來的那一集 都會反而很多時突然說些 十二月整個月的部署 所以反而真的多些放在指數上面 這裡首先就是講 可能十二月近一些期權的做法 或者現在限成點之下 其實都略略講解 亦都一樣 給大家看過去十年的波幅 上不斷強調一點 就是十二月份的波幅率比較窄 當中不是說不會發上發落很大 但最終結那一下 跟上據收市界來說 其實波幅率不會有很大的差距 大約九百點、一千點左右 所以我覺得不斷提供這個月 是好好做一些Iron Kondo的部署 在上一集或上一集都叫大家開 亦都講解多次 這裡都有點回顧 變相這個Iron Kondo 其實都叫大家是比較動態 你記得的話 譬如前一集 即上上一集 都叫大家首先借住 那一帶下來 就先開了Credit Put Spread Short Put加Long Put 放在二萬八千二就Long Put Short Put二萬八千四 而上個星期回來 都叫大家因為市場上來 開了Credit Call Spread Short Call加Long Call 放在Short Call二萬九千二 Long Call二萬九千四 那一刻都說過 因為這個動態開倉 你加起來 那一刻收的權金 起碼都八九點 但是說過的一個因素就是 這些部署 如果最差的情況 即是隨便升穿或跌穿 你一個叫做Long Call和Long Put 位置打邊樓上或樓下 你最多是輸人世界差二百點 但是剛才提到 始終你這個動態開倉 你收成八九點 你最盡這一套都是輸十點 即是你那個跌穿是非常之高的 所以為何說上次的動態開倉 也會這樣解 而上次動態開倉 之後到這一刻 始終都走多了一個禮拜 那究竟現在的奇緣金 去行成怎樣呢 或者是營成怎樣呢 以回今早早回來 即是進來之前 CAP給大家 這個SP報告就是今早CAP的 那你記得到其實 Credit Push Rack那邊 即Short Play加Long Push那邊 其實一跌到只有幾點 七點 即是這裏應該都吃光了 而你說Credit Push Rack 即是上個禮拜開的 Short Call加Long Call 292加294那裏 那裏現在還有九十點 那其實加起來 這裏也不足 我想大概九十多點左右 那其實你說如果 上個禮拜都講過 整套奇權 如果你是去到結算 那下收八九點 但你現在都已經 吃了差不多一百點 那還有九十點 那還有這幾天 我覺得不妨是放上去的 那我覺得可以叫持有節結算 因為其實剛才提到一點 始終我玩的期權 都是計算所謂的節迫性 因為雖然你說現在其實 有九十點 或者整一百點都不錯 你可以考慮吃 那當然OK 沒問題 那賺一百點才安全一點 過聖誕更好 但是為什麼我都可以叫持有住 因為剛才提到一點就是 你計算個節迫空間 因為就算你到結算那天 就算比進 你真的可能再爆上去 你升穿二九四 另入你這套Iron Condor 由本來贏 可能贏中 變相最終要輸也好 你輸就輸十點 那我覺得沒理由不搏 但是你用這十點 可以搏多九十點回來 所以我覺得不妨 Iron Condor這個位置 可以繼續保持它 我覺得暫時問題不大 甚至我覺得其實雖然這一刻 還在挖近了二九二這些位置 浮浮沉沉 但是你說再破上去的機會性 我覺得始終不是這麼大 那我覺得其實不妨可以先拿著它 而回顧完之後 那當然你說是不是沒有東西 可以再加開倉 因為其實指數都已經有 整個月部署在那裡 或者是有些事情已經做了 但是我覺得就有東西可以考慮加一加 那甚至一會都會再說就是 加完之後會令到你原本的Iron Condor 那套的策略 所謂的結果上看會有些什麼變化在那裡 但是講加倉之餘 那首先都跟Iron 一樣 講回就是 譬如是最後五天 究竟行止怎麼走 因為其實今天來講 剛剛就是十月最後五天的第一天開始 因為不算下個四、一、二、雄、一 那變相如果以過去十年 十二分最後五天來計 其實你見到升跌幅 都幾一面倒地是升的 那八升兩跌 那似乎升的機會是比較多一點 那但是你看到升得來 其實過去十次那八次來計 其實都是升平均1.14% 而跌了兩次平均1% 那也是一樣 跟回十二月份的一個慣例走法 是比較窄的 其實最後五天都是這樣 如果以今年十二月份 最後五天開步 即今早早開步來講 二萬九千二百十點 那變相如果以這個量度幅度去計 預期下個星期 最後一天的收市位不會高過 二萬九千五百點至二萬八千九附近 就是只有五百點的範圍 而這麼巧 你看到二萬九千五百領這個位 其實如果大家打開圖 都會知道 就是剛剛這個位 都會是恆指之前 跌下來那一層 那個裂口位的頂位附近 所以其實我之前都在其他節目 很不斷強調 我覺得市場 其實要升穿這個裂口位 其實機會性不高 所以再配合歷史數據上講 都會是這樣 所以其實意味著 裂口位的阻力是幾大 幾大機會就是今年裏面 我覺得在這個裂口位下面 會結算的 即是未必會再破削 或未必會再破頂 根本就 所以二萬九千五會 是一個比較關鍵的位置 而正正因為剛才提到 可能那個叫做裂口頂位 又有些 我覺得未必那麼容易升穿 而數據上講 都是這樣 所以這次來說 反而叫大家 可以輕輕在上面 叫做再加開多一個 credit cost rate short call加long call 亦都是差在指數單邊的一個部署 當然你說這一刻加得來 你沒有什麼要求 不要說希望吃得太多 因為都去到月尾 或者你也是叫做隔外去開 所以相對收的期限金 比較少少少 而今早進來給大家 我覺得放的位置 剛剛放在剛才說的高位附近 295附近 所以short call可以放294 Long call可以放296 所以這條隔起來 收大約50點 而收多這50點之下 會產生什麼不同結果呢 版面上綠色的框框 簡簡單地寫給大家 但這要說明不算打和點的因素 因為其實如果你算打和點 應該就更加難輸 可以這樣說 我已經撇除了這因素 因為所謂打和點 當然要上下加減收的期限金 這個是自己計算 我覺得這條時間有限 或者這條版面上有限 很難說 很清晰地告訴大家 但撇除打和點的因素 你只看指數點數 以及你收的期限金 究竟什麼情況會收完 什麼情況會輸 什麼情況會怎樣等等 第一個結果 預期結算 因為其實你 Irnconto也好 或者credit spec也好 經常都說 你最大的利潤 或者最大的利潤 一定是等到結算 所以我全部當你是放在結算 你如果結算的時候 指數在258200以下結 當然現在機會成不高 但也要列給大家看 即是直接跌下去了 298200以下結 理論上說 你的Irnconto是輸了 因為Irnconto才是 280200至29400附近 你跌到28200 你的Irnconto輸了 但那裡輸了10點 但那裡輸了10點 但那裡輸了10點之下 你這個新加的credit cost spec 是賺盡的 你賺盡就會賺到50點 變相減回之後 你的利潤數也會賺到40點 即是就算它最差 你跌到28200以下 你也會賺到40點 而第二個結果 是最好的 如果它的range 在28200至29200 中間結 你是兩套都會賺到 Irnconto當然會賺到89點 而令你這個新加的credit cost spec 都賺到這50點 合起來大概是打錯了 240點才對 不是230點 應該是240點才對 變相這是最理想的 我覺得很大機會在這個結果裏做到 賺到240點 而第三個scenario 就是假設它的指數最終結算的位置 在29200至29600中間結 又會產生另一個效果 就是你Irnconto那裡也是輸盡的 因為始終以29200樓上結 我當你輸了 但那裡也是輸10點 但是你這個credit cost spec 新開這個 始終未升穿29600 理論上你也是賺盡 賺盡又是收50點 變相50點 減10點又是賺40點 而最差的情況就是第四個 就是它突然間再爆上去 升穿為29600樓上 那你就兩邊都輸了 但這輸就是輸86點 因為其實你理論上先看到 如果Irnconto輸10點 那你這個credit cost spec 你輸盡 輸大約約200點加50點 85點 85點加10點 即是86點 但是這個情況 是在29600樓上結 才會輸盡 但是29600這個位置 剛剛剛才說過 就以過去十年的歷史數據上看 沒有說覺得這個range 是會升穿這個位 甚至乎這個位置 都是技術上說 是一些裂口位來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機會性 都不是那麼高 但是你可以留意一點 即是如果你加開了 credit cost spec的倉 你令到這四個結果 有三個結果 有很大機會是贏錢的 但是只有一個機會是輸線 變相機率是十分之高 所以我覺得其實很值得 可以在這些位置 加多一個倉 當然你不加也沒有問題 不加那八九點 到時就這樣代算 或者輸就輸10點 即是你沒有做多一點的事情 但是你做多一點的事情 你有機會賺多一點 但當然結果也有機會輸多一點 但這個是雙向的 大家都預期了 但我覺得其實是 計直撥空間 我覺得其實這一刻 你說開多一個credit cost spec 我覺得這個直撥性都挺高 所以我覺得可以這樣做 變相今次來說 其實都很簡單的 叫大家只是加多一個credit cost spec 在上面 而個股就不 因為總之說到 其實月底 我覺得都很安靜 很手奴味 即是你說沒有什麼期權 個股可以好好做 我覺得又沒有什麼 所以option 環節 我覺得就簡單地做多個部署 而這一部分的時間 就來到這裡 鏡頭一轉 阿Yo又在旁邊 出現了 對 交給他做問答環節 對 我們現在就回來 我們即使攻略的環節 提提大家 如果有什麼問題 想問Wafi的話 就歡迎打電話來 2804-6566 又或者WhatsApp去到9157-1428 同樣時間 我們《耀才財檢台》的Facebook 都在做直播 如果大家有什麼問題 都可以留言 發問 Wafi的話 都會解答大家 不過今天 Wafi的話 我們的電話有些多 我們現在 直接接聽了電話 大家都手癢 都想買東西 好了 電話旁邊有位 陸先生 我們先聽了陸先生的電話 陸先生 早安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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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原本想問2314 我現在想問746 746 好 你問化工 是嗎 是 有沒有課在手 陸先生 沒有課 沒有課 沒有課在手 想問一下Wafi 應該問Wafi 買入價 或者怎樣部署 是嗎 是 問一下Wafi 你問化工 746 我想問你 沒有課在手 如果想買入的話 哪些價位適合呢 暫時來說 如果這隻來計 當然我不是說不可以買 但你預算了 應該也未必有太大的看頭 一方面先不斷強調 始終都連尾 你連這些大股 一開始看得比較靜 何況這些比較細 成交也很靜 是的 大肆成交也是 而這隻股也是 所以你如果預算買進去 有機會就是 這幾天可能都沒有動過 有機會是慢慢 之後再上 都不出奇 所以你有準備 可能要等下 或者擺下 但是它的勢 我覺得又不是說差 因為你看到 之前那一陣 特別是11月中開始 叫做有一輪急性 之後沒錯 是有些整固調整的 但是近日去到這些 20天線的位置附近 似乎初步有些支持在 所以這個位置都算是給人的 所以如果要考慮 我覺得這些位置都可以去試一試 如果你真的五個一附近 或者借近五元左右 我覺得如果你真的買了下去 當然上面來計 你博它可能不再下試 不再試穿下去 上面來說 你看的位置 我覺得先看之前的高位 五個七樓上 但是下面來計 始終剛才提到 得點可能比較靜一點 它成交也比較低一點 所以你可能小心一點 就是如果接下來 有機會突然間被發上發落 可能下面會回到 大概四個七樓上 考慮做個指示 四個七一樓 過去看 都會在九月 和七月附近這些高位度 而亦都是五馬天線附近的位置 這個位置 我覺得是挺強的支持 所以你可以考慮四個七 做個指示 如果不穿的話 就可以不妨先開一開 好 那陸先生 還有沒有問題想問 會不會想問2314 是的 麻煩你 好 是不是沒有貨在手 沒有 又是想問哪個價位可以入 好 再問Rafi 2314 李文造子 再問你哪個價位可以入 兩隻都是李文系 應該 陸先生都是李文系的忠實費事 對 有點喜愛 但是坦白說 你說 兩隻來說 當然比我自己選 我會比較喜歡李文造子 多些 是 但是子業股始終近期的勢都比較反覆 你看到前一陣子 當然大跌過 之後又站定 但不少 但是其實去到這一刻 開始就一個叫做拉腳格局為主 我覺得就未 要等它有些代表格局 等它有個明顯方向 但去到這些位 其實你這刻問 我覺得都不差 兩隻都是去到一些比較明顯的支持位 如果我覺得這些位定得住 也是有機會有一個向上突破 就是近一條五十天線左右 所以其實李文造子一樣 我覺得在五十天線附近 九十四左右 可以考慮一下 如果這些位置入了之後 上面來說 你可以看上之前的頂 十一元左右 做一個目標價 但是這個也一樣 可能要等 譬如下年 看看上半年來講 有沒有機會 因為 下面先說 支持位置放在八個六左右 特別是之前十一月中的這個低位附近 我覺得都是用這 可能八號紙薄上面 都會有整個 一個多兩元 我覺得個字房間都夠的 但是為什麼說 要等到下年 可能上半年回來呢 因為其實說真的 傳統紙的季節 上半年是比較淡 但是其實今年來說 17年 其實曾經上半年 事業股炒得很誇張 因為那時候淡貴就不淡 你看到有加加的那樣東西 看看下年回來 可否複製到這個情況 如果可以的 我相信 那些事業股 經過這一輪這麼深的調整之後 可以做幫忙一點 所以不妨可以做個中線的一步 好 謝謝陸先生你的電話 我們電話旁邊 有另外一位家庭觀眾 有位蔡小姐 蔡小姐早安 你好 蔡小姐在哪裡 蔡小姐 喂 聽到嗎 蔡小姐 不要緊 或者我們接聽 不是接聽 我們看了Facebook的留言 好 有位朋友想問 復星國際的Rafi 656 問問你哪個價位可以入 它應該是沒有貨的 問你值不值得入呢 這次可以進入 我覺得 特別今天你看到升 當然有關它入股了清啤的數字 而它入股清啤的價格 其實你看到是挺漂亮的 它可以押到別人跌三成多賣給它 它入股價是二十七個多 即使今天清啤的價格下跌 它現在只是在帳面上說 都賺了這樣一截 當然它這些又不是說會沽貨會走 你又不用計算賺了幾千六袋 但是 起碼只見到它那個所謂的議價空間 是挺強的 即是它跟人商量 買這些手足足足足 所以其實它一定優勢存在 有壓力 因為它一向都是做這些動作 即是你看到它的團隊在這些方面 那個取暢是挺強的 所以其實你說大家很多時候買它 都是買它們的信心 即是它們覺得 可能它們入股完的東西 買人的東西回來 除了可能談個價格 比較叫做 不要說一定便宜 可能比較合理之外 甚至乎都覺得之後的營運 各樣的東西 都有個不錯的回報回到來 即是過去的慣例都是這樣 所以很多時候 對它們有些收購並購 一出完消息之後 會有很大的支持度 我覺得今天的股價反應 都是這樣 你說復星下網絡得過 當然我覺得可以考慮一下 但比較好些的位置 你可能看回今天的低位附近 即是20天線左右 16.5 因為其實20天線 10天線都是剛剛這個位 當然現在有點事有好明 但其實今早早的位置是挺漂亮 16.5 我覺得你如果買得下去 你博它可能中線一點 因為過去的兩個月 都有一個比較深的調整 我覺得你不妨 如果真的15.5 買了你博它破了 五十天線 起碼都以20元左右 做一個目標 我覺得都有一定的中線利益 而下面呢 我相信只要不穿回 大約14元左右 我覺得問題不是太大 好啊 接著我們先聽蔡小姐的電話 Wafi好嗎 好啊 蔡小姐早安 你好 喂 聽不聽到蔡小姐 喂 蔡小姐 還是沒有 不要緊 我們再回答Facebook問題 Wafi好嗎 好啊 因為有朋友想問7.5.0 她說她連升了9天 由2.5.5升到3.2 兩月前呢 現在是20 兩月半間入進去了 現在應不應估的位子 什麼位子 不錯 與其這麼看位子 可以考慮一下 貪心 因為一 god 始終還是那一句 今後 expedition 會在臨近起 我覺得寧願落袋賺錢賺錢 過聖誕 好不好 過聖誕 就算我覺得不要說是否自己這隻 可能很多股 其實你特別短線來說 現在開始這麼不錯的股票才覺得是OK的 甚至乎其實你說調轉看 七五零的股票上升 我暫時就找不到太多因素 不是說它沒有實際因素上升 但是就未見到太多消息 當然你說近期升是有成交配合的 但是回到昨天來說 一大的成交 一大支揚竹再上來 今天是比較關鍵的 雖然今天走勢上還在大升 但是你要看看今天來算 究竟成交可不可以 可能不要說多過 但起碼和昨天差不多 如果你保持到昨天的成交 連續兩天的成交再推上去 我覺得的確有條件再往上夾多一層 但是如果今天來算 你突然下午看到成交縮得很厲害 似乎有少許可能頂背池短期會出現 如果記住這樣說 可能短期也差不多 我反而覺得你真的留意今天的成交 所以如果你慢一點來算 它的成交突然好像縮起來 沒有怎樣再大升 我覺得你開始考慮吃了戶線 其實是好的 因為二百半 現在三二幾 也差不多四號指 其實有成差不多兩成 其實算是挺漂亮的 短期來算 你要補租的位置補得挺好 反而我覺得如果你真的 所以我覺得看成交之餘 你看看今天低位附近三一一 我覺得這位做過指贈 短期來說先下這位做指贈 如果不下的 短期來說看上去看iPhone 3和4 這些位置做一個短期食物的位置 好 沒問題的 然後我們又再接聽家庭觀眾的電話 我們先聽聽林先生的電話 林先生 你好 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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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兩個泥股的選擇 未有貨的 1313華麗 以及173加石 應該怎樣處理它 好啊 1313和173 問問MARPC沒有貨的 問問你選哪一隻 應該怎樣選好 我覺得選擇1313 因為其實始終水泥股 暫時來說我看法上還挺不錯的 一方面就預算了 其實他們可能下年公佈的今年業績 應該都比較強 因為始終一來就原本上半年都不差 下半年更加旺季 特別見到個別華東區的水利價格 都比較強一些 所以我相信對上來股會比較理好 我覺得可以選擇他們先 再加上這次潤泥 其實近期那家屬於比較橫行為主 又不是太大的升幅 或者又不是太多的升幅 反而橫行來計算 甚至橫行來現在都是壓住在平均市的樓下 所以反而是偏低的位置 我覺得其實都開始可以考慮一下 但是你當然要看好一點 因為現在仍然是收取於五元這個位置 我覺得你不妨可以偷偷看有沒有四個八這些位置上車 我覺得如果有機會在四個八這位置賣完之後 看一看中線 駁它踏破五元之後 以之前的訂購五個半左右 做回目標價 也有抵近三個七號指的利潤 其實都挺吸引的 而下面來說 如果4.8上車 我覺得下面不穿溫 抵近四個四 其實走勢又不是太差 你可以指示位置放在四個四個位置 好啊 那林先生還有沒有什麼問題呢 想問Rafi介林先生 那隻二號仔都沒有貨 進不進不過 二號仔 甚麼位置呢 中電 好啊 想問一下中電沒有貨在手 想問Rafi哪個價位可以進呢 見到現在就在報79.4毫半 其實你說中電來說 我覺得這些位置又不算太吸引 因為一來其實雖然它的價格 近期反覆地下很多 但是下到這些位置 其實息率都只有三幾 其實以一些收息股來說 公用股來說不算太吸引太高 再加上始終未來 即是無論你說下年來說 就住環球那邊也有個息口上色因素 對於這些息股呢 我覺得不是太吸引 所以有機會價格還是比較反覆 如果你說以這隻來計 當然你說如果真的不算收息股 價來講應該不會再跌 因為其實本身都比較有抗跌力 但是始終我都買到這些 都可能想收一下息 但始終這個息方面 其實接下來都可能受住環球加色因素之下 會有壓力存在 所以我覺得就未必會太好住 所以暫時我覺得這隻來計 都可以先觀察一下 我覺得寧願下低些位置 才再考慮到未遲 好啊 接著我們再嘗試聽多次蔡小姐的電話 好不好 是 蔡小姐早晨 早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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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啊 不是啊 1066是15個 好啊 15元的 好啊 那就問問Rafi 15元 現在就想問Rafi怎樣部署 1766中國中車 如果要花15元 如果要花15元 就應該是幾年前合併那一刻 之前那些位置有落 你看到之後都沒有好過 當然你說近期的勢力挺強的 不停試這一年高位 但是你說可不可以再欠久一點 或者叫做回你的家鄉價呢 我覺得就欠久一點也無妨 但是你說要回你的賣入隔離來說 我覺得是難一點 因為其實說真的 現在跟你賣入隔離來說 還有一半的距離 所以不是說這麼容易是衝得破 但是如果你要回整個 比較長一點的走勢圖來看 你看到它近日的一些聲勢 叫做明顯地突破百元這個比較大的阻力 如果要回過去這幾年 其實都是大概百元至六個半 這些位置是穿插了這麼久 如果只是量度百元樓上 如果真的站穩 你可以用一個半做一個參考 就是大概九個半做一個目標 我會覺得如果有機會中線去九個半這些位置 不妨考慮減不減磅 因為始終你的住貨真的比較高 我覺得不建議再開太久 用九個半做一個中線目標價 好 接著我們電話旁邊還有一位家庭觀眾 有位珍小姐 珍小姐你好 你好 早晨 我想找77X網農 我20年1號才能買到 我想想看看是甚麼位置 好 那就問一下Wafi 珍小姐就是想問網農 想問一下你怎樣看 現在你看到它升一號五仙 報二十個一號半 當然其實暫時有勢慢慢地 特別之前你看到十二月初回來 公佈了上季業績之後 也有一個大跌的情況 雖然近期其實你經常見到 每天都有回購或一個樣的東西 但對股價都未必會有太大的大動作 但你可以短線看一看 就是二十元這個位置 究竟是否可以站勻 因為其實近日跌完之後 雖然沒有說反彈 但起碼在二十元邊這些位置 都慢慢似乎想打底 所以我覺得二十元這個位置 如果不穿的話 有機會後市 例如夏年年初回來 可能嘗試借二十一個半這些位置 所以如果你有機會彈回那些位置 考慮賺一賺錢落袋 因為好走在你買入價 跟現在來說一樣 你又不是說太高位置 我覺得都OK 可以保持一保持 但上面的空間望上 其實我覺得就不是太多 因為其實以科網股相關來說 仍然都是很分化 比較強的 我覺得都是騰訊等等 你看到價錢都知道 但反而其他 有些仍然走得很弱 望遠都是其中一隻 所以我覺得暫時來看上去 可能只是看二十一個半 做一個短期目標 但反而下面 如果你真的在二十元邊 雖然剛才看到 近期好像打底 但接下來再穿下去 我會覺得你以大概十九元 做一個止蝕 我覺得相對這樣的一個 定了這兩個位置 這樣會比較好做一點 我覺得不妨可以先拿著 好 麻煩了Wafi解答了 這麼多家庭觀眾朋友仔的問題 同樣如果大家有什麼問題 想繼續向我們分析研發問的話 我們下午1點半的時候 都有另一節的即時攻略 到時大家又可以打電話來 或者在我們Facebook留言都可以 當然記得Like和Share我們的影片 等更多朋友仔 可以和我們聊聊天 好了 和Wafi新報 剛才提過這麼多隻股份 有沒有持有呢? 都沒有持有的